欢迎大家回到澳门电台EP150集 我们今集来讲一下网上的帖文 但今集是比较倾向何式关系 可能是关于四大长老的事情 我们来分享一下 男还是女的事主,应该是女孩子 他就说我老爷一次也是这样,两次也是这样 每一次吃饭我装汤叫他帮忙,帮我拖住那些小朋友 他都不肯,他说不会弄到,叫我照走 小朋友会走来走去的 他就说你不会避开他们的吗? 如果真的弄到的话你就糟了 你跟我媳妇说,你真糟了 你真糟了,装汤弄到小朋友 老爷真糟了 你真糟了,你也不知道怎样做事 这样也会弄到小朋友 但他从来不会帮忙的 说风凉说话 我说到这里,我想问一下 如果是老爷装汤弄到的话 老爷是不是要糟了? 你糟了,糟了老爷 你们不要这样,我们做YouTube频道开放了盈利 没有那么多粗口 老爷好像不是粗口 老爷是一个形容词 即是他跌在街上 然后继续说 但是小朋友睡了 他来到一定又开灯 又扮了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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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找藉口 早上不要让他睡那么多 晚上不睡会吵着人 弄醒了小孩 小孩 小孩哭了 又说没有弄他 小孩自己醒了 又说我怎么做人妈妈的 为什么不看小孩 之后我走过来 他一定回去打电话 又说我故意针对他 你的老爷也是打电话吗? 我看到有些老人家 画了保石 Candy Cross 那些什么农场 那些麻将 那些麻将 我看到有些滑猫 OK 然后奶奶刚坐下吃饭 她就说 寶寶肚饿之类 不停说 她哭 不停重复地说 我就说 你也要等大人吃饱 首先 寶寶哭就得她哭一会儿 一向都会哭 有时做事 真的不懂得体谅别人的感受 这么简单的事 都不肯帮忙 要我一个人做完他 他就站在一边看 如果我跟其他家人说 他们都会帮忙 真的不明白老爷 他小小事情都要继续继续 就是这样 我觉得这些 跟家人一起住 还要生孩子 其实最难搞 我跟你说 还说一句 几十岁你都不化 六十多岁退休 你都是这样 我想问一件事 她两个老爷和奶奶 一个就不帮忙 一个是不帮忙 一个是不帮忙 一个是不肚子 不停说 不肚子 但是你怎么不肚子 是的 你也会肚子 我想说 你什么事 你小时候 你老爷和奶奶 你年轻都做过别人的媳妇 你那时候是怎样的 难道你那时候被人 没来没去 你现在没回到别人吗 还有他们很喜欢 觉得自己也生了个小朋友 他就跟你说 不是的 我们是这样的 出口 只会出口 跟你说 我怎么怎么怎么 叫我叫你做 那我宁愿回到自己的家 不和我们同居 说什么 还有我现在提到的事主 就是那些老爷奶奶一定不做 他就是给了媳妇做 然后隔壁指点 你不是这样臭的 你要怎样怎样 有一种 我不知道有一种 我这样形容得好听 就是传统的 就是那种 你嫁进来 上夫教子 你又去做完 这些是你做的 我们是不会做的 但是我觉得正常 正常是 那个都是你的孙子 你觉得他肚子 你去喂他也很正常 对不对 还有我觉得 那个BB睡了 你就弄醒他 那个真的很吓人厉 不是说笑 虽然我没有照顾过儿子 但我也听过 那个BB很难 他可以睡得着 然后你已经可以清静一下 你可以做一下自己的事 然后你就是弄醒他 弄醒他之后 然后又说 不是呀 我没有弄醒他 他自己醒了 我真的想打死他 他摆灭就是想和他玩一下 和BB 然后弄醒他 咕咕咕咕 醒了他就会哭 立即白霧就走了 几十岁 你这个人也是这样 几十岁不化 对 你起床再跟他玩 然后有个留言 突破猛点 诶 你这个队友呢 整篇文章都没有说过队友 队友没有出过声音 即是老公 对 没错 就是老公 然后有个留言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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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他支持老婆 家人就不会敢欺负老婆 诶 诶 诶 如果老公是会说 诶 他已经在做饭了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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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不会有下一次 诶 诶 诶 那位老婆我见她很忙 她又要装汤 又做这些 又做这些 我叫你帮忙提起小朋友 做这些汤 又要煮饭给你吃 诶 他们又会在那里吵 诶 诶 老公有十只手 他也只有两只手 怎么可以分身做这些事 诶 诶 有一个预言的辅堤 刚刚说过的 他就说 一句都会说 老公不出声 都能吃得牢 对 不过 是啊 可能是要出声 但你想想 在你家人的立场 那个出声 一定是他的老妈 如果帮着他老婆,又骂他老婆老母,但是大家是同屋主来的 我觉得也有很多叭叭 不一定叭叭,一开始就讨论,一来就讨论,有点过火 他可以做一个中间人,调停一下 对,缓解这件事 这些我都看得很高兴,你正在煮饭,拿着菜出来,你叫我喂B 是我,我喂?好,喂吧,放下菜吧,没有吃 我慢慢喂,我跟你说,我喂10分钟,我跟你说 你喂到他就说,哎呀,差不多了,不行,B很饿 我自己饿也不吃,看你们饿了多久 你这么饿,你们自己去煮吧 是吧,真是击鬼死我,说得我惊 那个奶奶就好像坐在火墙上,救火啊,救火啊 但是坐在那里又不动的人,救命啊 救命啊,救命啊 她又坐在那里不动,让你救她 我就是,阿婆,你省一口气 这样的人一巴尖下去 你让我想起那个蝙蝠盒,一巴尖下去 她说,说什么你?有一个留言,她就说了 有一个留言很好笑 你先说 她说一个人照顾小朋友是吃力一点的 不过既然老公都死了,以后不要见老爷了 哈哈哈哈 笑死我,立刻暗角笑给她 他没有提醒我老公 可能她老公又没有出现 我不知道她真的死了,还是当她老公死了 真的 有一个留言,她就说 我发觉很多留言都是投号粉丝 很多人留言 她说,理得她的份人如何难相处就是如何 你又不是嫁给她 留给她老婆搞定她 自己老婆说,如果这样 就不受她的气 还说是别人的老婆 你老公去哪里? 一起住 哪个吃哪个住 不要假扮不知道 如果你和她认真谈过 如果她不认为 又搬出去这个需要的话 其实她是当老婆是工人 我认为下次装汤 你试试不要淋在老爷上 哈哈哈哈 但记得不要煮那么热 我怕你们要放冷一点 我怕市主不敢做这些事 通常人善被人欺 人善被人欺 很多都是那些为人淋善 他们就是欺负你 我是这样的 看来不出声音就欺负你 就是欺负你 你看看市主 只要说真的 如果她敢说老婆婆 她就不用在那里出帖 说真的 是啊 是取乱 这件事我觉得是可以沟通的 不要那么极端 不要太临线 也不要太恶心泡 就是取一个平衡值 你可以帮一下她 但是有一个底线 不要太极端 而且刚刚 他们说的东西都混淆喊 你不是说笑 那个宝宝醒了 就说你怎么做人妈妈 为什么不看阿B 你怎么做人老爷 你不用这么说话 怎么做人妈妈 大哥 你拼回去 老爷 你做过人妈妈吗 哈哈哈哈 你当年拼孩子的时候 你没有试过 儿子在哭的时候 你真的分不了身去看他吗 是啊 你讲道理 你没有说到 你好像是姓人那样才行 什么都是 哇 这件事很简单 为什么你做不到 这么简单 老爷 你不拼一下他 你怎么做人阿爷的 老爷这么简单 你做不到李嘉盛 你做到李嘉盛 我想10个个人回去看着他 或者我请10个个人做完的事 我全程看着儿子 对不对 他说你儿子没有本事 我想硬硬硬硬看着他 你儿子死得早 哈哈哈哈 就是这样 我们说是极端 但是我觉得你可以和老爷商量一下 是的 还有另一件事 他既然说你怎么做人阿妈 你真的可以和他说 其实我也是第一次做人阿妈 是啊 老实说 就是说我不懂做 我做过阿妈 你也不会费我家 你有本事 你就叫你儿子休了我 是吧 你说这些干什么 你真是说我听的 还要说些什么 你真是弄得你 喂 现在人家拿一碗汤 我讲粗话 拿一碗汤出来 我想问一下大家 拿一碗汤出来 如果真的有个小孩撞起来 你要怎样避开他呢 是啊 如果我老母都会挡着汤 那我受伤了 他会吓死小孩了 是不是我以后 在家装汤出来 都要拿个保温壶 老爷 或者拿一条线绑住小孩 难道是这样 是不是 我现在想到一个方法 你说我弄得很糟糕 我现在想到一个方法 就是叫你看着那些小孩 就是这样 你不要玩这个candy crush 你都要这样 我是可以放那些小孩走 如果老爷不是在家 他可能会有另一些选择 例如一个汤 我在里面喝就算 不装出来 但现在就是要装汤给你喝 老爷 我就是要装出来给你喝 根本你就要看小孩 这些东西 真的说风凉说话 很棒 但是你那个市厨 你也要懂得说风凉说话 真的 或者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 如果是我 就玩玩玩玩 就是把空碗拿出来 拿着空碗扮装汤 很可惜 拿着空碗扮装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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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说真的 小孩和动物一样都是没有性的 特别是7岁之前那些都是没有性的 好像我家里有养猫 我没有小孩 但是我每次去完厨房 拿完食物 我一定一定 关上厨房门 对了 很有首尾 为什么呢 因为我试过几次 我只猫 是跳上去 我家里的炉 不是有些轻触式的 有几次 那只猫真的开了炉 烧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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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危险 很生气 然后 他真的没有性 自此之后 我每次都很有首尾 就这样 关上门 做什么都好 都很有首尾 要的 那种东西是跟你小动物一样的 没有性的 你自己注意多些 不是说句话 猫你千万不要趁我 打开厨房门 不要转进去 暗上 你和他说是什么用吗 他现在跟那个女侍主说 但是女侍主想到方法 他不肯去帮忙 我觉得他老爷奶奶很有趣 就是他侍主都想了方案 但是他们是觉得 我是 他好像来做客人 你明白吗 我是小小东西都不会帮你的 我是长辈 我不会做这些东西 你所有东西都要你自己 一个人把这个小孩子 你不要指望我 你帮你任何小小的东西 不行 大家一家人 你住在这里 你不用全部帮 你帮小小也好 你连帮也不肯帮 唉 真是好 我也听到那些文 有一个留言就说 老冯叫人帮 自己做妈妈搞定 反正说完他又不帮 帮完未必合他意 不过没有需要照顾长老 你没有欠他们 他们没有帮你帮小小小 你就专心帮小小小 所以大条道理 就是帮小小小 什么都不做 包括煮饭 另外他吵着了 你就会爆他 你不爆他 他越来越过分 既然老公不出声 就要自己保护自己 他说得挺好的 真的听到 你装汤煮到就糟糕了 我立刻不装 不是说笑 以后不要煮汤 他问你 为什么你不装汤 哇 弄到就糟糕了 以后不煮汤 我怎么装 不装了 喝滚水 那些汤我眼点倒下去 装来干什么 我记得有一次吃饭 我很生气 不关小朋友的事 大家一家人 还有几个尾巴菇姐的亲戚 一起吃饭 我和我老婆在这儿吃吃吃吃 聊天 我老婆的妹妹突然在对面说 喝汤吧 还说话 我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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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不喝汤 关系什么事 吃饭有个行程 一定是一口一口的汤 我喜欢什么时候喝 我立刻想走 我老婆暗了大腿 我只是呆了 但她是出什么原因 她是不喜欢你说话 她觉得你还没喝汤 好些人跟她好声气 跟她说 湯很漂亮 有什么鲍鱼海参 喝淡不正 你好声气一定喝 你不好声气我都不会喝 那还没喝汤又怎样 还没喝汤又怎样 那又怎样 除非你个人已经是 是不是离开了饭桌 坐了沙发 真的忘了再喝汤 是这样 还是你还坐在饭桌 还是怎样 煮汤又是她煮的 她浪费了很多心血 其实不是很多心血 只是加热煮的 就是喝了饭桌 你还是坐在饭桌 是的 全世界都坐在饭桌 你不是喝汤 我喜欢什么时候喝 我脖子就喝 就算是也好 这些都是我老婆说的 那就是关于鬼事 不是说笑 就算你不喝 就算你不喝 都不是她出声 这个是真的 真的关于鬼事 我去一会 我回家问我老婆 她感觉到我 我感觉到很热 她感觉到 她感觉到 她呆了就帮我回来 我说 我真的呆了 不是说笑 那一刻 我都来 下次吃饭 又要找些东西 又要去吃饭桌 唉 所以这些 相见好同住 我看到事主 同住非常艰难 说真的 臭小朋友 已经有很多事情搞的 还要管她那几个人的闲言闲语 你真的很难受 有时我觉得事出必有因 她要这样跟老婆婆婆一起住 她可能是 有时香港的房子又贵 可能她老公真的死得早 即她老公还没买到房子 然后被迫就要跟老婆婆婆同一家屋住 同一家屋 很自然 要有些东西去照顾她们 即是老人家 你又没理由叫她做饭 对不对 你又想省点 我以为老人家没理由叫她做酒 即是她又不做饭 你又不想每天都叫外卖 即是很贵 你又要照顾 有时很多事情是迫于无奈 对不对 所以我也是奉劝大家 如果你太穷 不要生孩子 是否说笑 真的很辛苦 楼主说得对 如果你刚才说太穷住在一起 就要互相体谅的人感受 即是你去决定生孩子 你可以看清楚 你同住的人是什么状况 你自己搬出去住几千尺楼 你就不用体谅他们的感受 迫于无奈 就一定要互相体谅 有些长老很有趣 即是 生孩子快点生孩子 我很想抱孙 然后我问她 我不帮忙照顾的 即是我不是说一定要帮忙照顾 只不过是 即是我玩就可以 即是玩下的孙子也可以 即是你很想玩 有空带她去买玩具就没问题 但你叫我每天接她放开 即是我真的不行了 我老了 即是这样 但有时如果她还行就行 你有时帮忙 你都知道你两夫妻上班 很辛苦 即是有些听众听说不关我 但你还有一天会变老 到时你会不会成为别人 说那些极品四大长老师 我想的事真的很为自己 因为我没有儿子 如果我有儿子 当然会是我的儿子 但现在我的事实是 我肯定是如果你的生长老师 说我自己筹不行 你是不是先帮我收费 你叫我买房子 我筹不行 你是不是先帮我收费 因为你没有说那么多 你为什么叫我去做什么 大佬这件事 他应该是这样说的 他应该要说 现在妈妈给你200万里做首期 你自己留下来供工一会 我立刻会想一想 先算一下 我立刻会这样说 不要开玩笑 先别问我买不买房子 先跟我说 你先夹多少 支持多少 资助一下 我立刻会想一想 这件事很简单 就是等于你去吃茶几 你想叫什么菜 你当然是自己叫 难道老爷跟你说你叫什么 你妈妈跟你说叫什么 你选择你自己喜欢吃的东西 去茶几你会选择自己喜欢吃的东西 人生还要决定 你要自己决定 然后吃茶几 他叫埋单的时候 你给一张老爷 老爷说 你叫的 我建议你叫的 现在你不够钱 那你就自己想办法 想定他 然后他叫了你不喜欢吃的东西 要你给钱 你是不是觉得很不值 你明明喜欢吃牛扒 他叫了一碟齋给你吃 当然你还要付钱 还要比那碟牛扒 对 那你是不是很不够呢 但是最错是谁 就是你自己 为什么你要容许这件事 我发生在自己身上 你可以跟老爷说 有人夹一点 你夹一点 我又夹一点 我听你 你就听你的生个孙 老爷说你傻 你给不出你 你又不够 哈哈哈哈 唉 就是这样 大家 加油吧 还有一天你都会变四大长老 大家互相体谅 我们的建议是什么建议 就是走了 有些四大长老 不知道为什么他以前也受过别人的东西 你自己 就虐待下一代 不应该 不应该 有些是这样的 有些是不会代入别人的想法 体量 就是觉得以前我是这样 我现在也是这样 照片煮碗 希望大家停止这个死亡循环 是的 这个我觉得会停止 我觉得有机会停止 因为以前那一辈读书少一点 现在读书多了 大家的同理心会高一点 是的 真的会不愿意再 譬如以前教育是需要打 或者需要去一些很负面的方法 现在很多人都懂得改善这些 我觉得是正在进步的 这个社会 说到这里 如果有什么其他题目 想我们说 都可以留言一下 我们看到觉得可以讨论一下 我们就会说 还有给我们个赞 按个赞 真的很简单 支持一下我们 还有订阅我们的 中小新片 立刻通知你 Apple Podcast 10 记得给我们五星 谢谢大家 谢谢 下集见 拜拜